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3月21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呈专机抵达罗马 这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苍门的瞬间 当天 习近平开始对意大利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此后 习近平还将对摩纳哥 法国进行国事访问 这是3月21号 伊拉克总理阿卜杜勒·麦赫迪赴抚医院看望幸存者的瞬间 当天 伊拉克摩苏尔地区一艘超载的杜伦沉没 造成至少94人丧生 伊拉克总理麦赫迪视察事故现场时表示 伊拉克举国哀悼三田 这是3月20号拍摄的美国密苏里州因洪水泛滥 当地居民正在撤离的瞬间 近日 美国中西部地区连降大雨 积雪融化 多地水位升至历史新高 至今已造成两人死亡 两人失踪 上千民众需要疏散 内布拉斯加州 威斯康辛州和南达科他州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这是3月18号拍摄到的一位居民怀抱孩子等待救援的瞬间 自3月14号开始 强热带气旋一带开始袭击莫桑比克中部沿海地区 目前已造成至少84人死亡 约1500人受伤 大约10万人身处险境等待救援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新中国70年来的发展奇迹汇集13亿中国人 而如何始终把改善民生放在心上 是党和政府始终不渝的责任担当 本期《料网周刊》具体美好生活 重点剖析党和政府在民生领域采取了哪些针对性更强 覆盖面更广 作用更直接 效果更明显的举措 来帮助群众增福祉 想公平 专题回顾了2018年在改善民生方面的一些重大举措 展望了2019年全国两会上提出的八大民生任务 将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 指出经济发展的本质目的还是为了改善民生 而发展是最大最根本的民生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 一个都不能少的承诺一定能够兑现 只要将最实在的成果汇集每一个人 最深刻的变化 也将在这片土地积聚出最伟大的力量 本期《瞭望东方周刊》 聚焦浙江三雄 也就是杭州 宁波 温州 是如何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 而观察民营经济 浙江三雄无疑是最好的样本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省份 浙江用几十年的发展 印证了哪座城市真正构建起 民企友好型城市 哪座城市就会在各项发展榜单上 有着娇人的成绩 从默许到默契 政府的扶持让民营经济迎来了春天 这其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 宁波市的一些领导上台发言 开口说的是 各位企业家 各位领导 把企业家放在领导前面 也给了民营经济史无前例的靠前服务 而城市与企业本就是一种共生共能的关系 对民营企业高看一眼 厚爱三分 不仅能让民营企业安心感 拼命感 也能促进整个区域振兴繁荣 本期《环球杂志》关注的是 近来频频进入公众视野的5G技术 5G时代到底是个什么样呢 《环球杂志》编辑部描绘了 18种跟大家工作 生活 日常息息相关的5G场景 涉及到通信 城市 汽车 媒体 家居 购物 医疗 教育旅行 等等等等领域 让大家能够早一步体验5G时代的精彩和变化 其实5G技术的成熟也将带动 与之相关的诸多技术产业一并发展壮大 这其中不乏有新的投资风口 而未来 5G技术给我们带来的震撼 也许远比想象中要更大 本周有一个话题成为了很多人 茶余饭后热议的内容 2018年全国结婚率创新低 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 结婚率比欠发达地区要更低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人们不愿意结婚 婚姻真的成了现代社会的奢侈品吗 结婚率创新低 这条新闻的爆出印证了一些人的直观感受 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想结婚了 近日根据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公布的数据 2018年全国结婚率为千分之七点二 为2013年以来最低 其中经济发达地区的结婚率 较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结婚率更偏低 上海结婚率为千分之四点四 全国最低 浙江排在倒数第二位 广东 北京 天津等地结婚率也偏低 男的一般的三十一二 女的一般的也得三十 也有三十分之一的都 身边接触的人太少吧 没有合适的 反正我们家孩子都是三十二岁 三十四岁 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嘛 就是可能工作啊 生活方面各个方面 不是特别 我感觉结婚太早的话 是一个就是比比较干嘛 比较就没有自由的那种感觉 尽管已经到了试婚年龄 却并不愿意走进婚姻殿堂 在采访中一些人说出了这样的想法 而在网络空间 更多的网友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是游戏不好玩 还是电视剧不好看 为什么非要结婚 二十九的时候对婚姻最慌张 最着急 可一旦过了三十岁 突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结还是不结 Who care 都无所谓了 房价三四万 工资三四千 让我们怎么结婚 孤家寡人生活质量高 脱家带口 每天连吃啥都要讨论半天 我一个人月入两万 为啥要结婚 放假时自己想去哪玩都可以 可以和各种各样的人交朋友 突然对爱情婚姻没了期待 比起投资一段感情所耗费的精力 远不如投资自己来的值得 面对这些不想走进婚姻的理由 是否能够理解和认同 到底是什么 让年轻人对婚姻提不起兴趣了呢 好 今天这个大家都特别关心的话题 我们为大家请来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 副会长马亦南 马教授您好 您好 另外一位是时事名员赵九霄 九霄好 想先问九霄 这个问题就是 现在为什么大家都不结婚了 特别大的一个话题 城市化进城 加快以后 特别是中国进到一个特别剧烈社会变动的时期的 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婚恋官或者叫婚恋的进程呢 出现了我说的叫三无 一个叫无伴同行 现在年轻人工作忙到根本没有时间去谈恋爱 然后生活的圈子貌似很大 其实很小 找到自己的尊爱 没那么容易 甚至比以前可能更难了 第二个叫无力工程 我其实挺想进这个围城的 但是我一想到 我真的没有什么能力去承担那个家庭责任 房价也那么高 所以这个压力之下呢 它叫无力工程 第三个呢 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其实是一个无心进城的状态 刚才我们还说 两个人在一块时间长了 就算谈了五六年七八年了 他也没有激情了 然后就变成了 这个结婚也行 不结婚也行 甚至我一个人生活 是不是过得更自由 这么几种状态下 你看这三无 慢慢就会让大家 进到那个围城的想法 会越来越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结婚意愿呢 可能跟很多因素是相关的 因为这个现在的结婚呢 是婚年龄一般的 80后90后嘛 这个年龄段的 所以都独生子女 那么这个年龄段呢 年轻人少了 他结婚率肯定会下降 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个因素呢 我觉得可能跟这个婚龄有关系 结婚的时间推迟了 另外第三个 我觉得跟妇女的解放水平有关的 就是受教育的水平 你想这个受本科教育 他得多大岁数了 他毕业了以后 也就二十二三岁了 那这样的话 婚龄就会往后延 那这样的话 肯定也是结婚时间 就会拖延了 那你看我们刚才说的是 结婚率 可能影响到它的因素 那这里面我们大家结婚意愿 目前有没有下降 结婚的意愿也有下降 现在刚才九霄先生说的 刚才那些因素 我觉得可能就导致了年轻人 对结婚不像以前的那样 把结婚作为一个人生的 一个必经阶段 一个必须要完成的一件事情 您身边有这样的年轻人吗 就是不太想结婚的 有啊 我们的学生 很多都是不太想结婚 你看现在的孩子都是 一个人读大学 住校 一个人工作 租房子 一个人过惯了 他如果说把这种 两个人这种恋爱关系 他要把它固化为一种婚姻关系 要住在一起 采米油盐 每天要这样面对面 要解决这些生活当中的琐事 还要生儿育女 那这些对他们来讲 都是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和那个做好各方面的物质准备 人际关系上的准备的 说不是那么容易 就进入这样的一个新角色的 所以年轻人 他可能就对这个东西 有点担心 有点这个恐惧 结婚要先具备哪些条件 在采访中 人们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至少有一个住的地方吧 我觉得不然的话 就是漂泊嘛 房子肯定要有 然后将来因为还要养孩子 还是上学 这个必须要考虑的 两方家长给买呗 那你怎么办呀 现在也不能广说 男方给买 女方就不出钱 现在就一个 你留那钱干什么呢 如果是我的话 最起码要有车 有房 才有就 才有这个 这个就结婚 在采访中 一些人把房车等物质条件 作为结婚的必要条件 那么在中国 结婚到底要花多少钱 有网友列出了这样一份 结婚价目表 彩礼首饰 二十万 婚庆花销十五万 车 起步价二十万 再加上房子 装修 少则几十万 多则 数百上千万 不仅如此 结婚后 家庭花销 相较个人支出而言 会增大 一旦有了孩子 更会增加不少现实压力 而越是经济发达地区 房价物价相对更贵 花销也就更大 那么这是否会是这些地方 结婚率偏低的原因之一呢 不过也有一些受访者表示 经济原因并非是唯一因素 如果婚姻并不能稳固两个人的关系 那么不婚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不需要通过婚姻证明的感情 才更接近爱情真正的本质 对此 有专家表示 现代女性经济更独立 是导致结婚率下降的另一原因 经济独立的女性 更不愿容忍不幸的婚姻 我个人觉得限制条件会更重要一些 如果说两个人感情基础因 或者是关系能到那个地步了 就是我觉得这些外在的东西 都是不是很重要的 不看经历 看学历 你学历好 它就素质高 你没有学历 一天到晚就认钱认钱 那有啥用啊 你这对国家有贡献 感觉第一 三观一定要合 三观不合根本就不可以 然后其他就是 爸妈想的那种 你家里至少也得 就是跟自己家 至少也得是相对等的那种 那么对于不愿意过早 踏入婚姻的年轻人来说 到底是缺钱还是缺爱呢 我们不得不说到一个现实 这次调查当中 其实我们看到 结婚率比较高的地方 相对的经济发展 要比结婚率低的地方 落后一些 比如说我们说西藏 贵州可能相对的 大家结婚的结婚率 是比较高一点的 我看上海的数据 是千分之四点四 一千个人里 要四个半结婚 三个人都凑不上 确实很头能 你看这个沿海地区 特别是上海 对结婚率是最低的 显然的跟这个经济 就是经济发展的水平 是成反比 经济越发展 人们的结婚意愿越低 在其他国家 也是呈现出这么一种情况 你像西欧啊 像北美啊 结婚率都下降的比较厉害 它跟很多很多因素相关 但是经济因素 是其中一个特别重要 经济越发达 就意味着 人们的就业率越高 人们的工作 需要付出的这种 时间和精力越多 另外呢 经济越发达的地区 房价越高 这是中国特有 当然在别的国家也是 越发达的城市 房价越高 那房价高了 那结婚的成本就高 我给你举个最简单 我查了一下 去年大概咱们最新的大学生的这个这个毕业生 本科的毕业生 每月的平均收入是4700块钱 如果放到北京上海广州来说 两个人抽在一块都不到一万块钱 买完房子以后 哪怕是一个最小的房子首付都 这个每月的这个按揭 大约七八千块钱 如果没有父母的支持 他几乎不太可能完成这个婚姻的一个正常的状态 所以你看这个压力 就咱们老说这个丈母娘 那丈母娘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形象的 他会告诉你 什么时候你才有资格 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了 可以去走进婚姻殿堂的那个门槛 即便是你就两情相悦 谈了五六年 最后到了进入婚姻殿堂那一步的时候 普通的年轻人 他都会琢磨 他未来的走向 再者说就算你勉强结了婚了 这个把婚结完了 孩子怎么办 孩子的养育成本 一系列的经济压力 其实都会让很多人先选择逃避 它必然就会影响到每一个小家庭 他成立的这个进取 就在人们注意到 结婚率创新低的同时 离婚率则持续上升 从1987年到2017年 离婚率由千分之零点五五 上涨至千分之三点二 除了1998年 1999年和2002年 比前一年有所下降外 其余年份都在增长 并从2003年开始 连续15年上涨 那么现代社会的婚姻 真的成了奢侈品吗 我看现在就感觉也挺多 就是结婚没多好时间 就理了那种 现在就是如果说 真的是两个人过不下去了 就是还是可以 就是自由选择嘛 就不用像以前似的 活得那么压抑 我看他们一点小事都说 要离婚离婚的一天 像我们这都能包容 以前的人都 哎呀说 有离婚多寒的呀 都都都不愿意 因为现在人很多 我觉得很虚 就是感觉很多 一件小事可能就 闹得两个人感情就破亮 我觉得没有必要 自这近年来 社交媒体中 关于婚姻的负面新闻 频繁出现 特别是一些明星出轨的新闻 让一些人对婚姻的负面情绪 不断累积 互相体贴呗 互相俩人在一块 都是说真心话 要随时保持的那种新鲜度 然后生活中吧 可能也要有一点 那种小情绪什么的 这样的话可能 对互相多给一些惊喜 在我眼里边 就是两个人就是 不谈钱 然后直播是 两个人在生活当中 非常的 他们来就OK了 你结婚之前 可能就是 哎呀我看你的优点 觉得我们两个合适 但是你结婚之后 你就要去学会 包容对方的缺点 事实上 现代社会的急剧变化 导致婚姻家庭 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是全世界都在 共同经历的个题 超单身社会 成为日本社会 无法回避的现实 根据日本 后生劳动审议 2018年12月份 发布的数据 2018年 日本经由59万对接 登记结婚 结婚率仅为 0.47% 创下历史新低 日本的结婚率 自占后 成逐年下降的趋势 而离婚率 则仅自走高 目前 日本5300万户家庭中 超过三分之一 是单身户 这一比例预计到 2040年将升至40%左右 如果是比较大的城市 对于婚姻的 第一呢 它看的相对比较淡一些 第二呢 它这个结婚的年龄 也比较大一些 在美国的南方 在美国的这个 中西部的一些乡村 那么大家的这个宗教的信仰 也都比较浓厚 所以他们一般在选择结婚 尤其是在选择离婚的时候 那么会非常的小心和谨慎 根据欧盟官方统计 欧洲国家结婚率逐渐下降 离婚率逐年升高 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没有把欧洲国家 普遍存在的这个合法同居关系 存进去 那欧洲的注册同居和结婚 区别就是在注册同居的状态下 双方的财产是同利的 但涉及小孩的抚养问题上 对和已婚夫妇的规定是一样的 那这种关系呢 我们国内没有 虽然欧洲人结婚率降低 但是如果把注册同居也算进去的话 可能数据也会不一样 那么当现代科学技术 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 怎样才能共同经营一段幸福 有安全感的婚姻呢 我们如果说一个人 我们在这个社会生活不结婚 行不行 我总是认为啊 婚姻不是一个人 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必经程序 你不结婚也可以过得很好 其实现在呢 在西方还有一种婚姻的替代方式 就是同居 西方甚至很多国家都立法来保护同居关系 这种同居关系呢 可以把它看作一种类婚姻关系 婚姻从传统的定义来说 它就是一男一女 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的结合 它确实有一种 就是这种在社会保障不发达的情况下 这种婚姻确实能给人的一生提供一些保障的 但是这个这样的一种定义 现在已经被这个社会发展啊 已经破坏了 其实这种保障呢 可以来自各种关系的保障 你可以购买社会保险的 商业保险的 这是一种保障 你可以这个不结婚 但是你可以有亲密的同伴关系 这就可能是亲密伴侣 可能是同居伴侣 可能是其他的人际亲密的人际关系的组合 这些正在成为新型的一种替代婚姻的那样的一种人际关系的组织模式 这些我想对人们的结婚的这种愿望都是有冲击的 社会的多元化 它其实可以给每个人做出自己选择提供足够的保障条件 我觉得这是一个先决条件 所以为什么我们探讨所有婚姻形态的变化都一定放在城市里面去 因为城市里面它至少对你的公共福利 你个人的各项安全保障 它都有足够的东西 那你放在一个乡村或者放在一个小城镇里面 相对来说就少一点 因为它是个熟人社会 你在一个小城镇或者在乡村里面离婚很难 因为你要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 但是你到了大城市里面 这个决定和社会舆论的 对你的审判度就会降低很多 你可以做出自己在婚姻方面的任何选择 而这个自由恰好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 带来的最好的或者叫最主动的一个效应 它让人们有更多选择的自由 其实人们为什么过去都是非常期待结婚的 因为结婚姻它可能有这样的一种生活 社会保障的这种作用 另外婚姻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功能 就是养老育幼 你组建家庭以后你要生孩子 对吧 你夫妻两个人来合作 在这个家庭当中抚育子女 这是一种最有效率的 最好的一种养育方式 要赡养老人 这也是在家庭当中完成的 但是现在这些都可以 你可以不生孩子 生的数量又很少 家庭的功能在弱化 那么人们对婚姻的这种期待 就没有像过去那么强烈 原来咱们都觉得这个婚姻才是那个安全的那个港湾 自己发现吧 原来自己可以成为自己的港湾 因为他们都是八 你刚才你说八零后九零后 基本都是独生子女 然后因为父母溺爱以后 往好处说叫人格独立 或者换另外一个角度是说 他其实缺乏包容也缺乏忍让 他没有更多的家庭责任感 他更标榜自我 自我为中心 然后我只要感情不和 然后我那我就选择 那我互相不理解 互相不宽容 互相不包容 我反复说这事吧 真的没有对与错之分 但是他肯定会对整个社会的保障体系 包括整个社会的运作 经济社会的发展呢 年轻人他想进入到婚姻当中 而且他想有一个美满的婚姻 您觉得应该注意些什么 婚姻又是一场人生的修行 是一个漫长的修行 那就是双方要约束自己的个性 要确实像九霄说的一样 要减省自己的一些个性 来相互的磨合 达到一种和谐的统一 否则的话可能过不了多久 你就会矛盾爆发 要闹离婚 我大概也有二十多年的婚龄了吧 你就是有很刚之 刚之不合的人 你就是一个脾气很暴躁的人 但是在家里面 你总得做一点 让父母做一点减省 那就是这个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